7月13号,滴滴顺风车对外发布试运行安全透明度报告,这是滴滴顺风车首次对外披露安全情况,其显示,滴滴顺风车驳回不符合新认证要求的车主317,792人,共收到用户关于车内纠纷的安全投诉216起,但有45%为虚假投诉。 另外,报告还披露了重点安全功能在试运行期间的使用数据,其中,行程录音功能覆盖了94%的订单,而用户行程分享则使用率整体偏低,为7%。 值得关注的是,用户通过平台提供的信息核验卡发现人车不符后主动取消行程的订单1432起,目前仍有643起订单存在用户发现人车不符,仍选择继续合成并完成出行的情况。